末日来临太阳发生变异 所有被阳光照射到的生物都会丧命 幸存者们只能躲进十几千米的地下 却和北约的士兵们发生了冲突 就在铁柱准备开枪解决掉网红妹时 她想到了一个更歹毒的方法 于是回去关闭了地堡大门 而刚才还在庆幸逃过一劫的网红妹 此时才反映过来铁柱的阴谋 竟然想让她被太阳活活杀死 于是找来铁棍拼命敲门 结果却无济于事 无奈之下只能开车去找寻开门工具 而在另一边 大使的圣母心还在泛滥 她表示不应该再放弃任何一人 济世告诉她可以先把疯女人留在这里 等他们下一次再来接她回去 可大使就是要这次带走她 接着就是全员开始僵置 他们蒙上口罩哄骗疯女人外面有毒气 让她现在就跟着众人一起离开 可就在准备出发时 胡子哥的面罩意外掉落 看得这一幕的疯女人瞬间失控了 撒腿就往外逃跑 大山只能用墙把她绑上飞机 可她这时竟然怜香细域起来 故意给疯女人绑得松一点 好家伙这就是外国人的浪漫吗 而在另一边 米老头找到了黑妹和教授 告知了他们小雅的计划 并询问网红妹去了吗 两人告诉她网红妹被铁柱带走了 于是米老头找到了铁柱 询问她网红妹去了吗 铁柱讥笑着让她别多管闲事 没办法米老头只能找到眼镜男 不仅把网红妹失踪的情况说了 还将小雅的计划全盘拖出 她表示这么做只是不想让众人发生冲突 可眼镜男转身就把这一切都告诉了狗生 一场争斗即将爆发 而网红妹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她开车来到镇上找工具 却意外看到房子里有人影飘过 于是赶紧下车进去房间查看 却发现床上躺着两具小孩的尸体 一旁的玩具还在放着儿歌 显然是在睡梦里就被太阳抹杀了 接着她来到厨房翻找食物 可被辐射后的食物让她难以下咽 就在她感到绝望的时候 突然想起二傻临走前给过她一封信 她打开一看 本以为是一封情意满满的告白信 却没想到里面竟然藏着令人震惊的真相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轰鸣声 网红妹赶紧出门查看 发现竟然是一架直升飞机 于是赶紧开车追了上去 这个女人竟然开车追赶飞机 不是因为错过了航班 而是想要登上飞机躲避 因为太阳发生了变异 只要被阳光照射到就会丧命 网红妹一路追赶 却没想到直升机停在了地堡前 她急忙准备上前求救 却被对方拿枪对准 经过交谈后 网红妹得知三人是俄罗斯士兵 并表示他们的飞机和通讯设备也被炸毁了 于是网红妹决定霍水东营 她表示这一切都是北约士兵做的 自己也是被他们赶出来的受害者 接着带着三人来到地堡入口 俄罗斯士兵用炸弹打开了大门 接着就冲了进去 而小雅则趁机用无线电联系上大山 把地堡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她 同时还向大山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听完后的大山一脸平静 只是安慰网红妹等他们回去 可此时地堡妹却不平静 得知了小雅等人的计划后 于是狗胜假扮成迷老头 给小雅送来牢房钥匙 小雅拿到钥匙后也没多想 于是找到了黑妹和教授 三人一起来到仓库找枪 却发现箱子里面空空如也 这时狗胜带着小弟走了进来 一脸得意地看着小雅 接着让手下把三人带了下去 可半路却听见了枪响 士兵赶紧回去查看情况 小雅三人也趁机逃走了 原来那三名俄罗斯士兵闯了进来 眼镜男刚想上前和姐就被当场击毙 狗胜急忙阻止双方开火 经过交谈后才发现是网红妹在搞鬼 并且还推断出第三方势力的存在 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这股势力竟然是一艘土耳其潜艇 此时正朝着挪威种子仓库前进 而在另一边 小雅三人在半路碰见了士兵 教授还想上前偷袭 却被对方一拳打翻在地 黑妹和小雅也被迅速制服了 接着就被关进了小黑屋 教授转头一看 发现米老头也被关了起来 并且还受了重伤 米老头坦白是自己无意见 透露了小雅的计划 他想阻止时却被铁柱捅了腰子 教授听完就要上前揍他 却被小雅等人阻止下来 黑妹表示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 可接下来大家必须要团结一致逃出去 教授提出他们可以偷走俄罗斯人的直升机 然后飞到挪威仓库与大山会合 可眼前的问题是他们要怎么出去 望着头顶的通风管道 教授顿时行动起来 他找来房间里的电池和电线 制成了一个简易的电焊枪 成功烧开一个口子 所以说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几人也终于来到了地面 可狗圣也发现了几人逃跑了 于是赶紧追了上去 小雅带着众人及时登上了直升机 可离正式起飞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狗圣已经要追上来了 就在这时 你老头居然跳下了飞机 接着爬上了一旁的油罐车 很明显 他打算牺牲自己为大家争取时间 看着对面的狗圣 你老头狂笑起来 旋即油门一踩撞了上去 一瞬间火光照亮了半边天空 而小雅等人也顺利起飞 朝着挪威地下仓库飞去 你知道世界末日最忌讳的是什么吗 那就是圣母心泛滥 此时祭师等人还在拆卸座椅 目的是为了给种子疼地方 可当他无意间抬头一看 却发现疯女人竟然出现在了驾驶室 几人顿感大事不妙 结果还是晚了一步 疯女人把自己锁在了驾驶室内 大山见状直接开始踹门 可这一举动直接刺激到了他 于是抄起灭火器 朝着操作台狠狠砸了下去 这下子大家都不用回去了 因为方圆两千里根本没有飞机 祭师听后气急败坏 忍不住对着舱门就是击脚 此时疯女人也渐渐稳定下来 这时胡子哥和大使也赶了过来 他们在机场找了半天也只找到个锤子 胡子哥询问机长是否可以拆除 驾驶舱的玻璃爬进去 但机长表示时间根本不够 因为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 于是他建议众人先返回种子仓库 等到天黑再出来处理 可大使又开始作偶了 他表示不能丢下疯女人不管 于是让众人给他点时间说服疯女人 可一番劝说之后 疯女人竟然又开始激动了 对着控制台又是一台输出 讲真的此刻小编都想给大使一顿大嘴巴子 要不是他圣母心泛滥 说不定众人此时已经返程了 没办法众人现在只能先返回仓库 等到第二天黑幕降临后 机长等人看到了驾驶舱内的疯女人 随后和及时查看了损坏情况 很好破坏得很彻底 得知消息的大山也没有过多惊讶 他觉得自己可以开始复仇了 刚才与网红妹通话得知 原来小帅母子的死并非意外 而是上校故意安排下去的 因为帅妈时常顶撞上校 于是上校决定给她个教训 她让二傻将母子两人关在机房吓唬一下 却没想到机房的大门没有钥匙 于是造成了之前的悲剧 而二傻又在信里把这一切都告诉了网红妹 就在大山准备扣动班机时 一个自称是潜艇上的研究人员 突然闯进了仓库 二傻抓住机会急忙逃走 这下大山也没出撒气 于是举枪对着男人 随着一声枪响 我们的故事也暂时落下了帷幕 该剧幕前也暂时更新到枕 日后如有更新 王哥在为大家揭晓后续剧情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收藏一下 那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了